台湾开放长者施打AZ疫苗 而开打两天却已经累计有13名长者 在打过疫苗后猝死 引起社会关注 卫福部长陈时中周四在立法院 针对立委的询问做出回应 可能性都有了 但不能排除就是说 因为打过疫苗以后他就走掉了 但目前是一个时序的相关 所以还是要到我们的预防 应该是救济的专家委员会来讨论 那不过呢 就是说整体来看 从国外的资料来看 也都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死亡数 那但是目前大家还是认为说 这是利大于弊 我们还是建议要打 至于什么样的族群 接种风险高 不适合施打 医师也说明 如果曾经打过疫苗 有不良反应或是严重过敏的 原则上是不太适合打疫苗 那有一些像是有血栓的体质 或是有很多血栓的疾病等等 可能也要小心 要秩序过医师之后 才能施打这样的一个疫苗 医师也提醒 打完疫苗有可能出现过敏性休克 因此接种疫苗后 要待在现场观察30分钟 如果打完疫苗的一两天内 有轻微发烧 全身倦怠 施打部位疼痛 腹泻恶心呕吐的状况 要多休息多喝水 如果症状持续恶化 发生呼吸急促 胸闷胸痛 意识丧失 严重头晕 择药 及早就医 新台人亚太电视 程辉模黄彦霖 台湾台北报道